台中有民众目击 有驾驶把爱犬放在皮卡的后车斗上 但是完全没有做任何的防护措施 狗狗就这样子随着车身摇摇晃晃 让民众看了认为 要是一个紧急刹车或者是转弯 狗狗可能会因此抛飞出去发生危险 另外更有民众开车时发现 有一辆小货车载了整车的回收物 对得跟小山一样高 完全影响到后方驾驶的行车视线 民众开在路上发现前面的小货车 车斗后面装的回收物都快撞到红绿灯 这个也跌太高了吧 回收物堆得跟小山一样高 足足比车身多出一倍 也超出侧边架高的铁架 开在后面的驾驶根本看不到前面路况 太夸张了都快撞到红绿灯了 当时民众开车行驶在台中复兴路跟文心路口 发现小货车在满回收物 有的有绑绳子固定 但有的没有 看起来显向还生 装摆货物高度至地面算起 大型车不得超过4公尺 小型车不得超过2.85公尺 危险镜头还有这 前面这台皮卡 狗狗被放在后车斗 汽车一起步 狗狗摇摇晃晃 根本站不稳 而且还把头掀出车外 后方驾驶看得心惊胆跳 对没有放下来 那狗狗如果驾驶的话 可能会跳车 最好是在车子里面啊 不然就是要放在笼子里面 它没有这样写的话 万一狗跳下去的话 会影响到后面骑车 或是开车的人的一个安全 虽然在市区里面 车速并不快 但后车斗没有任何遮蔽物 要是紧急刹车 或是一个急转弯 狗狗可能会被抛出车外 严重一点 还会影响后面车辆 要是出车祸 后果不堪设想 解盘型林佳明 台中报导 还不错 这位股主席 也就很高 会影响到 这位股主席 好像